再厉害的湿气也怕这两味药 搭配竹水 从头到脚去湿气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老话说啊 这个千寒一除物,一湿难去 这个湿啊 湿性粘腻中卒 它就像个狗皮膏药似的 一旦沾上,你是怎么甩都甩不掉 时间久了呢 什么这个湿疹啊,脂肪肝啊 心脑血管病啊等等 全部就会找上门来 平时呢,也总是说呢,想处处湿 但是呢,各种除湿药都吃了不少 就是没见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就是这个湿气呢 顽骨不化 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两味药 煮水带茶也 帮你啊,从头到脚来除湿 湿气一除,一身轻松啊 如果说你也经常感觉到 这个脸上油乎乎的 痘痘啊,搓疮啊,一个挨着一个长 头发呢,也是 两天不洗呢,就开始冒油 另外那个身体呢,好像这个 吸水的抹布 又重又臭 你想像这天天 头面油腻的这个气味 给有多难闻 并且这个身体呢 还吸收了不少这个肺水 平时走路的时候呢 会觉得那个四肢困重 就像灌了签一样啊 特别是这个下肢啊 你像来到临床上 你摸那个脉相 一看舌头 我们就说你是不是就觉得 这个双腿像灌签 特别是上楼梯的时候 拉都拉不动 很多这个粉丝朋友 包括这个病人到临床上来 就说对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 像这些 全部都是失去的原因 还有一个很好变的 就是这个舌头 舌头伸出来 有的呢 这个是胖大舌 甚至舌身满口 有的呢 这个胎呢 是又厚又腻 上面像一层乳酪似的 另外舌头两边呢 有齿痕 这种情况呢 就不用怀疑 你这个就是被 尸鞋缠住了 那这个尸鞋该怎么甩掉呢 我们中医上说 这个致病先寻根 要想甩掉这样的尸鞋呢 我们要先知道 这个尸鞋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尸鞋的根源呢 就是在脾胃 所以这个脾胃 运化失常会导致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没办法及时的被消化 所以这个水尸呢 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脾胃里面 那个水泄不通 所以这个水尸呀 就会翻译出来 胳膊呀 腿呀 腹肿啊 甚至这个舌头啊 胖骨肚的 都是这个水尸 启润的结果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需要健脾出食 简单的两味药呢 就有这个功效 只要这个脾胃好了 那个水尸自然 就会慢慢的消失 那这两味药呢 就是后博和仓主 后博和仓主啊 在化石里面呢 还是比较有力量 它两个呢 都属于一个心温燥烈的药 就像一把火 把我们体内的水分给烤干 这是心温 并且现在这两味药呢 都入脾胃精 有强脾胃的功能 让这个脾胃的功能恢复 切断水的源头 这样呢 我们就再也不用怕 这个水尸禽子了 但是呢 要注意一点 就这两个药呢 偏有温燥 有一些朋友呢 确实有湿 但是呢 还偏有热 这种情况呢 不建议他 只吃这两种药 好了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就在评论区里面 我们下期间的 托胃的颜色 评论区里面